如果有一個你不是太喜歡的人 老是要約你出去看電影啊 吃飯 你不好意思當面的拒絕他 但是又說不出個所以然來 到底我們什麼時候 可以去吃飯看電影的話呢 教你一個好方法 你可以跟他說 Can we take a rain check Can we take a rain check 意思就是說呢 我們可不可以暫時的 把這件事情壓後 往後再說呢 所以呢 這個rain check 這個字呢 是來自於起源於 因為下雨的關係 所以這個戶外的球賽 它沒有辦法舉行 沒有辦法按時舉行 所以呢 這個球場就必須給 所有的觀眾們一張新的這個門票 所以這張門票就叫做rain check 總是會兌現的 只是不曉得什麼時候 所以如果你想 將事情暫時的壓後的話 也可以說 Can we take a rain check You're already here I've booked a table with a fantastic view When can we go out again? Never Because as soon as I saw you I remembered something important that I have to do What? Never go on a blind date again I'm checking out of here And you can pick up the cheque Goodbye Goodbye 好吧 那也沒辦法了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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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 we take a rain check 我們可不可以暫時的 把這件事情壓後呢 這個還有另外一個 比較正式的說法 你可以說 Postborn Postborn 但是如果你用這個動詞的話呢 就表示你必須要有一個 比較明確的時間出來 而不能夠像Rain check 這麼的隨心所欲 想去想不去都可以 如果一個賽事一個活動一個比賽呢 真的是因為下雨的關係而取消 或者是延後的話呢 我們可以說 The event was ran off The event was ran off 這個活動呢 因為下雨的關係被迫要取消暫停 或者是延後了 此外還要教大家一個 我自己比較喜歡用的一個說法 那就是 Can we play it by ear Can we play it by ear 我們可不可以看著辦呢 為什麼要用play by ear 其實我不知道在彈鋼琴的時候 一定都是要看譜的 但是這個人他說 讓我們彈的時候呢 是用我們的耳朵來聽 聽到什麼 我們就彈出什麼東西 所以就是一種 比較隨心 比較隨心所欲的 我們看著辦吧 Can we play it by ear MING PAO TORONTO